在美国做生意,SBA loan是我的选择吗? OK,我们很多人在美国做生意,创业者和企业组面临的融资选择非常多 除了传统的银行贷款、房屋贷款、还有商业贷款、票据贷款、现金、预支、设备融资、过桥贷款和SBA贷款 而我们通常所知的SBA贷款作为一种非常可靠的融资途径,尤其的引人注目 SBA贷款因为它的利率比较低,还款期限比较长,已经比较宽松的资格条件成为许多小企业组的首选 然而选择SBA贷款是否是你的创业需求呢?以及能否qualify取决于多个因素? SBA7A的贷款是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旗舰项目 小企业组可以借到高达500万美元的贷款 用于各种用途,每年发送的贷款金额高达250亿美元 因此,无论您是想购买商业用房、收购企业还是扩展业务 这都是非常值得了解的一个融资项目 但是SBA有三个比较不太吸引人的缺点 第一个,SBA的抵押要求 SBA要求您提供所有可用的抵押品作为担保 尤其是当企业的资产不足以完全担保贷款时 而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的 那么您拥有着带有禁职的房地产 包括您的primer home 都很有可能需要将该禁职抵押给贷款 因此,换一句话讲 贷款机构会在您的房子上设置留置权 就设一个例 唯一的例外是您如果住在德格萨斯州 那么因为州法律的规定可以免除这个要求 您可能会想 我觉得不会让银行在我的房子上设置留置权 谁会愿意这样做呢? 然而,如果这意味着您可以获得所需的贷款 来收购企业或者整个债务 并减少一半的月购 您可能就会妥协了 尽管大多数人不喜欢用个人资产作为商业贷款来做抵押 7AA计划仍然是非常受欢迎的融资工具 这主要是因为它有其他方面的优势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些优势 但是再提一个7AA贷款的大部分人不喜欢的方面 那就是它的利率通常是浮动的 方面都优于同类的商业贷款产品 第三个缺点就是SBA的guarantee fee比较高 当然自从2023年以来 拜登政府已经大幅降低了SBA的guarantee fee 到今年2024年10月1号起 贷款额度在100万以下的都免除了SBA的guarantee fee 但是对于100万以上的贷款还是有3.5%的100万以下的担保部分 加上3.75%的超过100万的部分 在美国SBA loan是使用量最大的贷款形式 那必然是有它的优点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 低股权的注入要求 Low Equity Injection Requirement 7AA的贷款最大一个优势就是对股权注入的要求非常低 比如如果您想为您的企业购买一栋大楼 传统的贷款机构会要求您支付至少20%的收付款 而作为7AA甚至都不需要任何的收付款 虽然有一些SBA lender会要求10%的收付款 但是这并不是SBA的要求 只要企业已经经营了超过两年 第二个优点就是它有非常长的款款期限 Longer Amortization 在小企业经营中我们都知道现金流是非常关键的 7AA的贷款提供更长的还款期限 使得月供更加的affordable 例如商业地产的还款期限可以长达25年 而传统贷款通常只有20年 更长的还款期限意味着更低的月供 第三个优点就是提前还款没有罚金 Prepayment Penalty是没有的 对于期限少于15年的SBA贷款 期限还款是没有任何罚金的 当贷款期限为15年或者以上的 罚金仅在前面三年使用 而且是逐年递减 第四个优点就是它没有贷款的 全益减少 那银行可以宣布您违约 而SBA贷款就没有这样的限制 在这位企业经营 如果暂时遇到困难的时候 这样的帮助无疑是相当大 最后一个优点 就是SBA的用途是灵活多用的 SBA 7A的计划的灵活性 让Render可以根据您的需求 定制贷款方案 比如说如果你想购买一栋更大的大楼 还需要购买一些机器设备和库存 或者需要增加一些working capital SBA 7A的贷款可以一次性满足所有的需求 而无需额外的现金注入 或者别的贷款方式进入 这通常是传统的商业贷款 所不能办到的 OK总结来说 尽管SBA 7A贷款是有一些缺点的 比如它的抵押品要求 浮动利率 但是它提供了更低的首付要求 更长的缓缓期限 以及提前缓缓没有罚金这么多的优势 使其成为一个对小企业 就非常有吸引力的融资选择 关注我们 而且更多商业贷款支持